雷剛才是怎麼說的 其實 新加坡也有一些人很少 但是大概數字是在 這樣講 我跟大家講 拜託大家要再跟我們講 不要提他 好吧 他們也是兩個情況 兩個人受傷 他們是運用我們這個營區來做訊息 還有什麼 好可以聽得出來 李傑在公布這個不信消息的時候 是非常的為難 因為這個事情是牽涉到新加坡以及台灣 兩國之間接下來未來軍方互動的一個 接下來的進展 所以李傑 本來是拜託媒體不要對外公布這樣的消息 不過這樣非常嚴重的一個性質的狀況 當然媒體也必須要對外報導 那麼雖然國防部希望說 接下來要能夠跟新加坡再進一步的溝通聯繫 能夠趕緊安排接下來的後世事宜 不過呢 到底新加坡什麼時候會派人來到台灣 目前國防部也還並不了解 不過只知道 接下來的漢光演習會如極的登場 但是F5系列包括了雙座以及登座的戰機 這次都不會排出任務 以上是目前現場最新狀況 時間還給同內任務 在台灣這次兩名的空軍飛官兵工訓捷 我們在前座飛官為紀元少校等 那次座飛官幾乎都沒有在海外